了解费用是保持合法投资的健康回报的关键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将适用于做的两种主要费用类型 第一个是执行费用 包括订单处理减货和包装费用 以及重量处理费用 这取决于您的物品的尺寸和重量 第二个是库存仓储费 按月收取 根据产品的尺寸和使用年限而定 您需要确保监管FBA库存的使用年限 如果这些库存在FBA停留的时间超过365天 将评估为长期存储费用 FBA还提供多种可选包装服务 如果您的产品需要特殊用品 如吸肉收缩包装 气泡包装或特殊标签 我们可以为您处理 我们也可以根据您的要求移除和处理库存 如果您选择使用这些服务 将会增加额外费用 请务必使用卖家中心的可下载报告 来细分您的费用 跟踪盈利能力并估算执行成本